蛤 錄到需要講話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還什麼的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are的一個很簡單 我記得來 劉彩姐 是的 一定 好 沒錯 今天呢 我們要來拍個實測的影片 你知道今天要實測什麼嗎 不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 好 大家看到個題應該知道了 對 沒錯 今天呢 我們想要來實測就是一個叫做 人狗交流器的APP 然後據說呢 它就是 然後據說的這個APP呢 就是可以跟狗狗 溝通交流的一個APP 狗語翻譯機嗎 你相信嗎 半信半疑 好 今天我們就是在看 怎麼能當一日的寵物溝通師 今天我來跟Share的溝通 在影片分享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按照訂閱我們頻道 記得按照小鈴鐺 訂閱 訂閱 小鈴鐺啦 訂閱 小鈴鐺啦 訂閱 好 記得按照我們IG喔 訂閱 閉嘴 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實測這個 狗語翻譯器吧 Let's go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狗語翻譯器的APP長是怎樣 就是這個 看看中間這個 人狗交流器 喔 一打開就是 馬上就有那個 一個介面 這一邊呢是 路人聲 它會把你翻成 狗語 然後右邊這邊呢是 路狗聲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 撩汪神器 喔 它就是有很多種的那個 類似情緒啊 然後 它有狗狗品種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先試試看這個好了 好 各位 現在立在這邊 那我們來試試看 撩汪神器 弟弟會不會來被我撩 欸 踢走掉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 什麼叫喊喔 看叫喊是什麼聲音 叫喊 喔 叫喊有聲音耶 有反應有反應 這拍到我的 腳毛是怎樣 欸 叫喊有反應耶 它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感覺好像在求救的聲音 秀直接衝過來了 好 那我們試試看看 狂罩 秀很有反應耶 第一天要打哈欠 什麼 這寫什麼 帥氣是什麼意思 看看 現在帥氣 好 它們兩個這個帥氣沒有反應 做夢 地歪頭耶 接下來是什麼 好 各位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看就是 路人聲 對 現在我們來跟秀弟溝通了 我們先試試看看 最基本的過來好了 看秀有沒有過來 因為現在秀在流遠的地方 西樓過來 那沒過來 西樓過來 這是因為你叫他過來的吧 來了來了 是勾語吧 那我們來看看 弟弟你在幹嘛好了 我問他 對 弟弟現在在誠實中 弟弟你在幹嘛 他剛剛有反應耶 他有回頭看一下 不然你問弟弟要不要抱抱 弟弟抱抱 不理我 不理我 這到底怎麼翻譯的啊 為什麼有水聲啊 就是 隨機用一些狗聲吧 弟弟抱抱好不好 哥哥為什麼交不到女朋友呢 弟弟為什麼呢 OK OK好他回答了 他剛剛看我一下耶 對啊他看你 他講什麼 他說你是魯蛇啦 弟弟我問你個問題哦 弟弟你比較喜歡 我還是雞腿姐 怎麼煞車的聲音啊 你看他選擇我 親愛的 愛上你 從那天起 甜蜜的 痕跡 他哪有選擇 有啊 他剛剛看我耶 沒有你想太多了 有了 他說你在幹嘛 弟弟沒有 你選姊姊對不對 你不是喜歡姊姊 那我趁機溫溪哦 希望你比較喜歡我 還是雞腿姐 欸他沒法律再一次 好 憲哥剛剛有看我一下 憲哥你比較喜歡我 還是雞腿姐 他什麼意思 他什麼意思 他說我喜歡姊姊 屁啊 我已經翻譯好了 需要講話 需要講話 我們來自影片見啦 我剛剛錄到需要講話耶 錄到 我就錄到 我就錄到 在您鑼圈的劍掰 什麼 在你鑼圈的劍掰 好 就你厲害囉 他在錄什麼